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的管教 参考经文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真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 圣经向我们显明 神与我们互动的最常见的一个方式 是把我们当作祂的儿女来称呼和对待 但是,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想到管教时 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严厉的话 后果和对不良行为的惩罚 父母有时会以这种方式管教他们的孩子 但神会对我们这样做吗? 西伯来书的作者对此做了一些说明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引用了真言中的这些经文 并鼓励读者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作者甚至说 如果我们不受神的管教 就不是神的合法儿女 但这种管教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透过困苦 神对他儿女的管教 往往是让他们忍受艰难、困苦和考验 因此 管教与其说是给不良行为的后果 不如说 是魔素和造就我们 使我们完全依赖神 完全信靠他 想想旷野里的耶稣 那是天父派来训练他儿子的试炼 显明他可以依赖和完全信靠天父 今天 你的天父是如何管教训练你的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父亲 感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引导我们忍受试炼 并兼顾我们在一切环境下 信靠和依赖你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